浩如 我要講我老公 妳老公 蜜雪兒 會為了盆栽擺放位置 我要幫何宇文講話 大家以為她有公主病 她私底下 她是會跟她的助理經紀人道歉的 她會說對不起 然後她很地位 很卑微 她的助理都可以嚇她的那一種 她在她女兒面前 小道不能在想 其實她私底下真的很 我都想說 為什麼助理可以這樣對一個盆栽人 好 來 盆栽怎麼樣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 大家都覺得好像是我比較爆炸 但其實我跟妳講 我就跟何宇文一樣 我們的點 顯而易見 所以其實妳們很好逼 妳們就知道我們是什麼樣子 但像我老公那種人 看起來很平安 EQ很好 最可怕 才陰險 這種人真的黑心人 妳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惹到她 她每天就是 妳知道 她最近不知道為什麼 又迷上養一些盆栽 買一些什麼 最近很流行 對 然後我覺得 喜歡玩植物跟養盆栽的人 不知道為什麼到某一個時刻 妳們都會 植物就是她的寶貝 旁邊的真人活體 她反而不是很在乎 她們會跟花講話 就會跟花講話 我們當初為了好養 我們也都是買一些官葉植物 好養的 官葉可以 妳可以放在電視旁邊 還有一些香草植物 自己長得很好的 明明就很好養 我老公每天這樣細心呵護 然後這樣轉面 轉方向 什麼要曬太陽 我就跟我老公說 可是那個賣花的人說 那種官葉植物也不太需要 曬太陽 都是可以放在室內的什麼的 然後我老公說 不關妳的事啊 我有記錄 他們每天哪一個面向 不用妳那個 我老公說 他們不用每天曬 所以我會固定換他們的方位 然後後來我就看一看 有一株可能比較枯掉了 我就自己在家 又把它移去太陽底下 然後另外一個呢 什麼紫蘇什麼什麼 我又把它移到那個電視旁邊 哇 它下班回來也是 大爆炸 他說為什麼要把我這個換掉 他說我每天都有 都有記錄它放了幾天 你為什麼可以 三自動我這個 然後自己又去窗外看了一下說 我們家真是薰衣草森林 你看薰衣草長得好漂亮 他說你們好健康 然後又看了一下小辣椒 他就跟我說 小辣椒啊 你看這個我們剪下來吃很好吃 然後要多剪一點 然後它才會生得更茂盛 他就自己在那邊剪小辣椒 後來有一次我在家餵看 哎呦 又長新的小辣椒 他自己說要多剪一點 才會長得更好 所以我又把小辣椒剪一剪 他下班回來 一看到 他就說 誰把我的辣椒蟲又弄到禿頭 你剪這個 這邊為什麼空一個洞 我說因為它長出來了 你不是說要剪嗎 他說你看 你的剪的刀法 你是從根部剪 還是你是從頭剪 他說你不能把它剪到完全死掉 你知道嗎 我說蛤 你沒有跟我講 剪辣椒要從哪邊剪 他說 我就沒有要叫你剪 你就是不能碰 整個人大涼 他為了他那些人在 對你大小聲 他還會去剪他的薰衣草 然後一戳一戳的 放在他的車上 然後薰衣草會有精油 聞起來很香 他每天就很享受 他自己車上那些 然後他都不碰你 不碰 我也是看不懂他 就是養植物的這一塊 對 這個看不下去 不要讓他這個興趣 繼續下去 會怎樣 我認識很多 植物怎麼了 男生就是 就整個激情於盆栽當中 真的老婆就從來不碰 這會不會是一個婚姻的瓶頸 就是說他們其實沒話聊了 然後老公就去跟植物這樣 他寧願看那個小辣椒都不看我 餵前也是小辣椒 是因為喜歡盆栽而不看你 還是說什麼 因為這個因果關係很難 那你就跟海產多出去吃吃飯嗎 我不要 就是製造一些 我不想 風神六怪童 今天讓給皓如好嗎 我認為真正的實情是 因為之前Michael不是常常講說 他跟皓如示好 然後皓如沒有善意的回應 就是求憾未遂 所以他為了報復 求憾未遂這件事情 他就不如專精弄盆栽 起舞這樣子 起碼那個盆栽不會反抗他 也是 有可能 皓如 對 我老公還有一個 他也是一個 對 一個點 就是他旅遊規劃一定要聽他的 如果沒有聽他的 他會非常不爽 像我如果有帶小孩的話 我就會希望我去的地方 就是先進國家一點 不要那種未開發的 對 因為小孩子 你要出門上廁所吃東西 你會希望 不方便 乾淨一希望要衛生 然後我老公有一次就一直 非常堅持要去越南 他說因為他有朋友在越南 說那邊又便宜 然後Villa又漂亮 然後東西又好吃 他朋友在那邊很燥 然後我就說 可是我怕小孩子在那邊 會水土不服 然後我就說 那要不要去首爾 然後日本 或者是美國這種比較先進一點 比較乾淨的國家 他就說他就是要去越南 然後我就 我就說 我說首爾比較好吧 我老公那時候就爆氣 他就不高興 他就說 沒關係 如果你堅持你要去首爾 或是日本的話 就你帶小朋友去就好 然後我老公就說 他就要跟我們兩個 分開 分道揚鑣 分道揚鑣 他就說沒關係 我可以排出差 你自己帶小孩子去 也可以 我不會管你 這樣這麼明 那我一打二怎麼可能 好 然後我還為了這個 我還特別查 維基百科說 你看你要去越南 那個復國島 7到9月是雨季 會有暴風雨 然後我們要去的時候是8月 他就說 那個就只舞后雷震雨而已 那不會怎樣 跟台灣一樣 那還好 就穿雨衣就好了 對 然後因為 我就很怕他生氣 他到時候真的一走了之 變我一打二 不管去哪裡 在台灣也不行 我就說順著他的意 就去越南了 就我跟你講 去越南真的是 為什麼一下飛機 在機場 在海關 就要塞錢 就一個人大概給他兩千 東南亞國家都是這樣 對 然後你給錢 他就是海關裡的人 他就連著護照 你把錢夾在裡面 他就送進去 而且不用太多 對 半個小時你就出去了 不然你在那邊 不知道等多久 他就一直讓你卡在那裡 他就一直卡 一直卡 這樣好 大家都方便了 然後我想說 怎麼會這樣 好 又多花 這就是我在泰國花錢 用意揉揉就不懂 我就不希望我們有這麼多麻煩 人家是叫你拎自己的行李 從車上到旅館 我有很多別的 你那根本連等都不等 你是花錢了事而已 你是台幣100塊 你就給他100塊 還有什麼關係 我跟你講 真的要聽老婆 你以後就聽柔柔了 因為那一次我老公就硬去 硬要 結果你看我們到越南以後 可不是什麼舞后雷鎮魚 它是整個海嘯 暴風雨 把我們整個Villa 外面的道路是直接吹斷 柏油路是吹斷掉的 我們是根本沒有計程車 可以進來接我們 然後我們也出不去 只能困在那個Villa裡面 然後那個Villa淹水 一樓是整個淹水的 我們出不去 我們都要光腳射水 後來是飯店的高爾夫球車 來載我們 我們連坐高爾夫球車 那個水都淹在我們腳上 是完全出不去 然後那個什麼 面海的早餐什麼 已經整個全部被海嘯沖平了 全部沖掉 沒有辦法吃早餐 海嘯很嚴重 好衰 很嚴重 有影片嗎 對 那Villa外面的那個道路 我的天啊 看道路是斷 你看 然後這裡面進去就是那個Villa 本來應該是很漂亮 不是 它這個不常發生吧 不常 那是你們的問題 就被人遇上了 那你就是沒有聽我的話 硬要去 我怕你生氣配合你 而且花那麼多錢 把小孩拖去還這樣子 會很輕鬆 妳會跟妳老公抱怨嗎 就是我到現在 我就會跟他講說 我完全不知道 越南長什麼樣子 你看吃早餐那個水還那麼 那個是黃的 它那個是大浪 然後我們的砂質是變成泥土 是泥土砂這樣子 高爾夫球車是醃水 你知道最慘的是 一樓我們Villa是整棟 一樓是沒有辦法上大號 因為那水壓壓不下去 那個什麼怎麼會出於 你邊搭到一邊溢出來 對 然後大便就會浮到外面 你只能去二樓 上車車沙 我的前面這是一個折磨 我們真的不要 男生不要硬碎硬急 就跟我們 但小孩是不是覺得很好玩 小孩也沒有覺得很好玩 因為他們連游泳 他們連海邊都不能去游泳 他們只能在Villa小小游泳 小孩很危險在樂禍 有時候你覺得不好玩 他們看到海嘯會拍手 搞不好小孩 小孩會覺得超好玩的 淹水在外面游 媽媽 就淹水好刺激喔 對 老師媽媽是因為很慌 又怕髒 又怕吃到什麼 衛生 習慣什麼的 之前臉書有人PO說 去東南亞國家玩 然後警車開道 然後大驚小怪 覺得備受禮遇 他不曉得 那個通常都是有導遊幫你付錢 我們那時候 第一次去的時候 一開始是兩台摩托車開道 背感尊榮 然後後來領隊說 那沒什麼 就是付錢就有了 你要付更多 就禮遇會更多 第二次去 來變成警車開道 就那種汽車 本來是摩托車 第三次去 怎麼 接我們Alpha的保母車沒來 沒有 直接把我們請進警車裡面 我們就坐警車 直接到目的地 就看你願意花多少錢 你看 他們那個是有一個價目表的 原來如此 你再花多一點 你直接到機場的頂樓 坐直升機走了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所以你很適合去東南亞國家 是不是 花錢的 因為就我知道 我跟我媽常去那種地方 不是我爸媽 要表演吧 為什麼要 他給 要給小費 一定要給的 他們那邊就是要 會有時候會站在那邊 站很久 站會不走的 對不對 所以柔柔 下次小費就給他花吧 要不然他還嫌你沒見過四面 更不算大一的人 就是如果容易生氣的人相處 就是有一點壓力 但是希望大家都可以 換個角度想 就是替別人想 不要給人家太多壓力 我們在講別人的通識 要留意自己 會不會其實也是我們口中 所講的那種人 會不會人家稍微不順我們的心 我們也翻臉 有可能 對 所以大家 彼此提醒 好 你怎麼說 謝謝 謝謝